再来看到复理箱第十九届乡长抽签 原本是二抢一的局面 47岁的政治素人张荣荣 三周前突然在脸书粉丝专页表示 因为家庭的因素宣布退选 不过抽签程序仍在进行 有主持人抽出二号 而寻求连任的现任乡长陈荣聪 则是抽中一号千王高呼一马当先 复理箱第十九届乡长选举抽签 原本是二抢一局面 47岁政治素人张荣荣三周前 突然在脸书粉丝专页表示 因为家庭因素宣布退选 不过抽签程序仍然进行 有主持人抽出二号 接着寻求连任的是现任乡长陈荣聪 则是抽中一号千王高呼一马当先 心目中一直想要抽一号 结果真的是抽到一号 上一次呢 上一次是二号 所以非常高兴能够抽到一号 抽到这个号码是代表我们这个选举人的一个号码嘛 虽然说抽到人人都想要的一号 不过陈荣聪表示依然平常心 剩下来的日子继续下乡走到各社区部落 一家一家的拜票寻求成功连任 因为这个民主的时代前期 所以我还是要下乡 这13个村每一个村落 一步一脚印的去走 然后到各个乡亲的去拜访 希望他们能够支持 让我再继续连任 让为妇理的建设再争取 让妇理能够更好一点 走向这个未来 把妇理带到我们整个国际 或者是全台湾省都知道 妇理这个地方是好山好水 产的这个稻米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我尽量用这个 最后这几天的充斥 然后给乡亲的肯定 让他们能够继续来支持我 现任乡长陈荣聪曾经担任 农会总干事 相待会主席 以及县议员 选举经验丰富 而政坛资历更长达数十年 于地方上累积许多人脉以及资源 升职雄厚的实力 要以卓越政绩来博取选民的支持 寻求成功连任 记者高雙雙复理箱采访报道